这边的情况也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现在这边也已经出现了 间歇性的强风豪雨了 台七甲县10.3公里处 主要因为受到大雨冲刷的影响 出现了土石崩落的情形 因此独立山公务已经预先 在北恒公路台七县这边 中恒公路宜兰支县台七甲县的沿线 进驻了有抢灾机具以及警戒人员 主要是要来清理落实 以及是现场的状况来放行 另外在清水地热连外道路这边 也出现了一些状况 也有边波的路数倒塌了 结果压到了电线杆 更造成了清水地热 整个地区油气区跳电 主要由于持续有落实滑落的一个情况 也因此公路总局为了顾及用路人的安全 现在也不排除 针对北恒公路台七县这边 锁一些桥段路段 以及中恒公路 宜兰的支县台七甲县的路段 可能会先针对一些部分的路段 优先来实施预防性的一个封路 也因此特别提醒用路人 如果要行进这些地方的话 恐怕要先确定路通不通